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TypeScript中常用的一个类型 叫做美举类型 我们首先在TypeScript的这个目下 去创建一个demo.ts这样的一个文件 我把demo.ts删掉 创建一个叫做demo.ts的文件 然后我去使用TypeScript 对整个项目做一个初始化 或者我用npm做一个项目的初始化就可以了 npm init-y 回车 好 清一下屏 然后我们去安装一个依赖 npm install ts-node-d 安装到我们的这个dvdependencies里面就可以了 安装好了之后呢我们清一下屏 然后在package.json里面 我们去写一个run这样的图处叫dv这样的一个命令 OK 这里面我改下叫做ts-node 运行当前幕下的demo.ts文件 保存一下 这是为了编写代码讲解的过程中呢 更方便一些 好 关闭掉package.json 我在ts目录下console.log一个123 保存 然后我运行npm run dv回车 它会提示有问题 我们看完这个问题 cannot find module type script 所以我应该怎么做 在这个稿目下再去运行一下 npm install tap script 稍等一下 安装好了之后 我们再去运行npm run dv 这个时候它就会打出123这样的输出结果 我们清一下平 这节课要给大家讲解 每举类型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我写一个函数 function叫getResult 我们传入一个status进来 那我们做一个判断 如果status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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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我们就可以return一个 叫做offline else if status等于等于等于1 return online else return error 我们写了这样的一个判断 或者说呢 else if吧 status等于等于等于3 或者2吧 我们叫做deleted 也就是如果状态是2的话 就说明它被删除了 那最后如果这三个都不符合的话 我们return一个error出去 在写后端代码的时候 或者前端做一些逻辑判断的时候 我想这种代码大家肯定是见过的 但是这种代码其实看起来 并不那么直观 比如说status等于等于0 到底是什么意思 status等于等于1 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你直接看这块的代码 这块的代码 你是看不懂的 那为了增加代码的可读性呢 我们可以在gs里面用这样的写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const叫做status 等于一个对象 OK对象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东西叫做offline 它的值等于多少呢 它的值等于多少呢 等于0 好 再来一个叫offline 它的值呢给了一个1 再来一个 edit 它的值是2 那我创建了这样的一个长量 然后在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这么去写了 如果status等于status.offline 下面跟一个status.offline 再来一个status.deleted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看起来是不是更直观一些 那我看这个逻辑的时候就知道 status如果等于offline的话 说明是下限状态 那我就返回下限 如果是online的状态 那就返回online 所以代码看起来就清晰多了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这个代码 我调用get result 好 这块我传一个多少呢 我传一个status 点 offline 保存一下我们运行 npm rundv啊 当然你get了之后 要把它复制给一个result 然后去打印一下这个result 保存之后我们再来试 npm rundv ok offline就打印出来了 因为我传的确实是offline 大家来看这个写法呢 在gs里面没有任何的问题 写起来好像也ok 那其实到了ts里面 我们可以更优雅的去写这个代码 ts里面提供了一个叫做enum的语法 也就是每举类型 那在其他的一些语言中 比如说c或者说csharp里面 大家都听过每举这个类型 那在type script里面也可以用这个每举类型 我们可以这样去写 enum status 后面呢我们直接写offline 逗号 online 逗号 deleted就可以了 我可以把下面这个status给它删除掉 这样它就不报错了 不然的话是因为名字重复报的错误 如果我定义了一个status 这样的enum 每举类型的对象之后 我们可以写offline 大家可以看 其实我就是定义了一个每举类型的东西 叫做status 这样的话我依然代码不用变 status.offline status.online status.deleted 然后我传一个status.offline进去 看一下输出的结果是不是一样的 npm run 第一位 你会发现没有任何的问题 依然可以输出offline 然后呢这块我可以写一个online ok online 但是我刚才说 大家来看我没删除之前 我们回过来 offline实际上是0 online实际上是1 deleted实际上是2 那现在我如果不传online 我传这个0进来 0呢我们一开始知道它其实好像是等于offline的 那现在我传0进来 它是不是status.offline等于这个你传进去的这个0呢 是不是会打印出offline呢 我们试一下啊 清一下屏 npm run 第一位回车 你发现确实能打出offline 那我再传一个1 它就会打印出online 看啊 这里确实打印出了online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能理解这块的东西呢 我先把这块的东西去除表注视点 然后在这里console.log一下 status.offline 然后再打一下status.online 再打一下status.deleted OK 然后称一下屏 我们运行npm run 第一位 offline对应的值是0 而online对应的值是1 deleted对应的值是2 所以就是说你直接这么写的话 它offline的值是从0开始的 而online的值会从0加1变成1 deleted的呢 从1再加1变成2 如果我希望offline的值是1 deleted的值是3 online的值是2 也就是1,2,3 都加1 大概怎么做啊 也很简单 我只要在这儿写一个offline等于1 好 写完之后我们称一下 再去运行npm run的第一位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它就变成1,2,3了 比如说你可以设置这个offline 每举类型 它对应的这个值 怎么设置呢 在这块用一个等号的语法去写就可以了 当然了你不写 offline现在是0 对不对 好 假设我在这儿写一个等于4 那么大家想打印的结果是什么呀 offline其实默认的还从0开始 但是online变成4了 那deleted就会从4上面再加1变成5 所以打印出的结果应该是145 045对吧 因为它offline出使的值是0不是1啊 所以这块应该是045 这块大家记住 好 那这块呢 我把它干掉 默认让它012正好和我们刚才的这个对象里面的status 刚才我们有一个对象 它是offline0 这个相对应 对吧 我把它补上放在这儿 cost 这块注意点就可以 供大家参考 行 那美举类型呢 除了有这样的特性之外 它还可以反差 比如说我可以这样 cost 或者直接cost 点long status.offline 大家知道它打印的是0 那我打印status0的时候呢 它会打印出什么呀 它会打印出offline 也就是status0 刚才我等于0 那它会反向的映射出 你对应的这个enum类型 现在当前的这个状态是offline的状态 是不是 不管你是从正向去使用它 比如说status.offline 还是反向去使用它 都是可以相互映射的 所以enum是一个更灵活的数语结构 好 讲到这儿呢 基本上给大家讲解的 关于enum的知识点呢 差不多就这些 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再去查阅一下 enum相关的东西 巩固一下自己的印象 实际上很简单 它解决的是什么场景下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举的这个 比如说status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我的某一个状态 它的值的类型呢 是固定的几个值 那我这个时候就可以用每举类型来表示这几个值 比如说offline online deleted 那默认呢 offline 也就是这个每举类型 它的值是从零开始的 第一个是零 第二个是一 第三个是二 如果你想改变这个值 怎么办呢 比如说offline 我希望它其实status传入进来的是一的时候 我希望它和offline相等 但很简单 你只要在这儿给offline 手动的设一个初始值就行了 好 那除了我们可以正向的去用status.offline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反向的去查 每举类型的它的这个名称到底是什么 怎么查呢 通过status对应的下标就行了 比如说status0 那它对应的就是offline 但如果你这儿改成1的话 那现在我打instatus0 我们来看 下面这些东西我注视点 我有一个每举类型 我打instatus0 大家想会输出什么呀 是不是undefined呀 为什么前面的你的statusoffline 输出的是1 后面的status0 就输出undefined的呢 因为你现在下标是从1开始的 这是1 2 3 所以你想输出offline的话 这里要填1 你填0的话呢 就没有能和你匹配的东西了 所以它就输出不出来 那这块的东西就是 你那每举类型的所有的东西 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掌握掉 我们在后面的项目之中呢 可能会去使用 大家加油 我会去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